大家好 欢迎来到Canbridge Lesson 6的课程 我们用Canbridge做卵子减重过后呢 很多时候呢 许多女性呢 她们会面对一个减重后 或减重过程中的另一个困扰 就是很多人的身体呢 尤其是我们的大嘴臀部有这个橘皮组织 那么同时呢 也很多女性呢 是希望说不止只是体重减下来 那么她也希望有更好的shipping 就更好的塑形 所以呢HTT Mobile呢 就能够处理这一个效果了 所以呢我们用Canbridge减脂过后 再用HTT Mobile 来清理我们的这个橘皮组织 那么给我们不只是减重成功 那么同时呢 也给我们塑形成功 除了用HTT Mobile做塑形呢 我们其实也有上一个保营养品呢 是能够做到塑形减重的效果的 那么第一个是我们的C less 那么很多肥胖的人呢 因为她身体里面的内脏脂肪啊 或者是脂肪呢 已经长期的累积呢 变成硬化的脂肪 那么就明显看到是肥胖特别大的人 那么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你胆固醇偏高 血压血脂高的人呢 若是说有身体过多的这种老化 长期累积的脂肪 我们叫硬脂肪 那么每天用一到两包的C less 就能够有效的 把这个硬脂肪清理掉 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Boragi 那么Boragi呢 它是我们身体制造荷尔蒙的原料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 那如果你面对荷尔蒙不平衡的话呢 也是会导致我们容易下半身的肥胖 就是在我们的臀部的位置 所以每天一带两包的这个Boragi呢 能够也能够帮助我们的下半身的那个shipping呢 快点呈呈呈出来 那么我们的natural AR呢 主要是刺激我们的身体啊 能够继续分泌我们自己制造的生长荷尔蒙 那么这个荷尔蒙呢 就能够加速新陈代谢力 所以更好的减重效果 它也能够平衡我们的荷尔蒙 做到很好的塑形 那么体内体外的那个真相呢 就让你有更年轻化 所以呢这个产品呢 你一天一星期呢可以喷五天 那么每一次喷是一到两喷就足够了 我们先看看这个flow easy 那么flow easy这个产品呢 他的这是他的原料 那么那我们的技用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是孕妇的话呢 或者现在你的有外伤 皮肤敏感的地方 你是不可以用的 ok 那么每次用一次呢 是踩在肾的位置 肾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穿裤子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穿牛仔裤金属裤 我们不是有把那腰带 那么你的裤头那个后面呢 在你的裤的上面那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肾的位置 还有呢踩在我们肚脐的旁边 那么呢这样子呢 就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 内外日元的方法呢 把我们的寒湿器做个清理了 所以当你踩在这个后面的位置 肾的位置的时候呢 其实呢你就是改善你的肾的功能 那么肾是我们肾脏的静络的 啊总开关 所以呢踩在这个地方呢 就能够启动我们全身的这个啊 气血循环啊 那么当然他也能够改善 比如说啊用他能够调节我们的情绪 那么平衡我们器官的功能 那么呢用是外日元的方法呢 去去我们的寒湿器 所以经常你有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 寒湿器的症状的话呢 你早晚呢 查一点点在你的肾的位置的话呢 时间久了 你的这个寒湿器呢 就会逐步的消失 那么当然你用htmobile来做 推胆筋和推干净的话呢 这个寒湿器啊清除的速度将会加快 那么在我们每次做完这个shipping 推胆筋啊推啊干净 或是推阻拦推手臂过后呢 那么呢我们就要查这个PEC 那么PEC呢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每次做了锅呢 我们是快速的清理身体里面的寒湿器 鱼肚嘛 所以呢第二天或几个小时后呢 你可能会有点痠痛的感觉 或是你的鱼血很多的话呢 你可能会有一些啊出沙的感觉 那么这个时候呢 查PEC呢就能够第一 止痛啊止痠痛 那么同时呢把这个鱼肚呢的问题呢 快速的清理干净 那么孕妇呢还有外伤处 皮肤敏感处也是不适合用的 就变成说这个今天的treatment呢 啊啊在怀孕的妈妈是不可以用的 但是在你生产的baby过后 在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帮你做很好的shipping ok 那么他在5到10分钟呢 能够舒缓一切的疼痛 那么当然是属于非外伤流血的伤口了 就算你胃痛啊头痛啊 痠痛啊肩颈的问题呢 都可以查这个PEC 那么呢很多时候呢 那么我们身体可能有一些扭伤 或是以前不小心弄伤的旧患呢 那么随着年龄的来呢 或者时间久了过后呢 你发觉那个地方啊 经常或久不久呢 就是给你一点小麻烦 那么PEC的这个功能 它在疗效是什么呢 它能够深入到你的皮身体里面呢 最早到你的那个痛的根源的点 那么在那边呢帮你做清理 那么把那个东西呢 会完全把你的这些啊 可能困扰了你3年5年8年 甚至10年的这些旧伤呢 那么它都能够彻底的把它清除掉 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呢 是可以查在手掌或脚底做保啊做按摩 因为我们的手掌和脚板呢 都是我们的反射区 然后我们也通过反射区的方法呢 帮助做到一个啊养肾的效果 那我们先来了解巨皮组织哈 那么也其实就是一般人所讲的cellulite 那么也有人称之它为蜂窝组织 那么这个巨皮组织呢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这个大腿周围的 臀部周围的这种细胞呢 的脂肪细胞呢 累积了很多的水分 那么水分呢 同时混杂着太多的营养 这些营养呢 就是指我们吃的过量的啊营养 那么身体把它转混成脂肪 就是堆积在我们的大腿的啊脂肪细胞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堆积满了啊很多的水分还有脂肪 那么呢它就变成肥蛋 就是所形成的我们所谓的巨皮组织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就叫韩式体质的表现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啊 你的身体的水分和油脂 全部对积在这里呢 我们的新陈代谢不好 血液循环不好 没有办法把它拿走 就变成了这个巨皮组织了 那么一般上呢 在25到35岁之间呢 其实我们身体呢 就逐步的会出现巨皮组织 那么当你脂肪和水分累积越多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组织就越明显了 所以呢就是一个正常的皮肤里面 你就看到它原本有的这个脂肪细胞 那么累积的 那么这个脂肪细胞变肥大 里面不只存着脂肪 也存着许多的这个水分 就能够有效的逐进巨皮组织里面的循环 让我们的脂肪能够燃烧和代谢掉 也把我们的啊 堆积的属分排除掉 那么呢这样子呢 把这个寒式的体质清除了过后 把这个啊 雨血清理了干净后 让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正常 那么我们的这个巨皮组织呢 就会消失了 那么怎么做这一点呢 就是我们用HT宝宝在这个啊 有巨皮组的地方呢 我们做梳理还有推螺的方法呢 就能够逐步的把这东西清理掉 那么我们身体呢啊 就会重新健康起来 那么巨皮组织呢 也会因此而消失 当我们面对这个巨皮组织的时候呢 单单用cambush呢 你会发觉说啊 你的shipping不是这么理想 所以用加上HT宝宝呢 你就发觉说你的巨皮组织啊 啊一段时间过每天做10到20到30分钟的话呢 那么你就看到说你的巨皮组织会 会逐步的消失 那么呢啊这个啊 巨皮组织呢 也不止在大腿啊 在我们的臀部也会有 那么也是一样 可以把我们的臀部的巨皮组织做一个清理 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做了这个巨皮的这个瘦大腿过后 你会看到整个大腿的形状呢 还有它的这个啊表面的有点皱啊 啊这个凹凸的这个啊巨皮呢 它会明显平滑很多 那么整个shipping呢也会小了下来 我们htt mobile的shipping呢 可以处理大腿 我们的肚腩 还有我们的臀部哈 那么这里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瘦大腿和瘦臀部的操作 那么这个是和体重有关系嘛 所以呢 那你还是每天需要做这个两道三包的campus 帮助你的身体的啊 脂肪大燃烧排除出来 那么最好的progress 是我们的step1营养断食 那么过后呢 加入这个bora g和c 那是两道三包啊 什么原因呢 因为bora g cless是能够处理我们身体的那些硬化的脂肪 把那些顽固脂肪快速的软化和溶解 改加速你的减脂的效果 那么bora g呢 就是帮助平衡我们的荷尔蒙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大腿和臀部啊 会由于肥大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种荷尔蒙不平衡的现象 因为含氏气呢 会导致我们荷尔蒙失衡 那么碰上AR的话呢 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 重新平衡回我们的荷尔蒙 也能够增强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加改善我们减重的速度和效果 那么你做这个ht的shipping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需要产生这个flowec 还有产生这个peec呢 产生一个relaxing oil 在我们的要做的这个 胆筋和干筋的范围呢 来去我们的含氏气做排毒 ok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现在处理我们太重6到10下了 那么这个稍微我给你们告诉你们 那么如果你的手上是没有relaxing oil的话呢 你只有flowec的pec都可以的 那么呢你只是在做的时候呢 你可能放一条这个啊 这个小小毛巾啊 放在上面 然后在那个布料上面推 而不是直接在我们的腿上面推 如果你要在我们的肌肉上面 腿直接推的话呢 你就和你的consultant 安排一只的这个relaxing oil 啊 那么收大腿呢 我就先讲步骤 当然我们在 我在show你们那个图片 哈 那么推这个胆筋和干筋呢 就是外侧和内侧的话呢 我们是先圆推穴道 就是啊 在一个定点的地方 放着 然后轻轻的去揉它 然后呢才进行梳理 再进行画大腿的外侧 那么10到20分钟 内侧呢就是我们的干筋呢 就是10到20分钟 那么收臀部呢也是一样 就是在臀部的地方呢 先啊圆推这个啊肾的穴位 然后梳理着推啊 推滑屁股10到20分钟 ok 然后过后呢 就是补查这个PEC呢 帮助我们身体去鱼排斥和排肚 那么如果鱼肚很严重的话呢 你会我鼓励你早晚查这个 同时配用HO去杀的效果 将会更加的理想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收大腿哈 那么在收大腿的开始之前呢 我们其实要先处理这个胎充穴 就是我们这个htm1的话呢 在我们的脚的拇指和第二脚趾中间呢 这个地方呢你放三个手指 那么你那个点呢就是我们的胎充穴了 那么另外一个感觉是怎么样子呢 就是你的这个脚拇指和第二个脚趾上去呢 那么两根骨头交接的地方浅一点点 那么你放下去轻轻揉压一压呢 或者揉一揉的时候呢 你就会有酸痛的感觉 那么然后呢你就这样子往前推 那么做6到10下 那么这个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胎充穴做个很好的排图 那么然后呢帮我们做其他部位的这个shipping的时候呢 达到更好的去寒湿和鱼堵还有毒素的效果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呢你不能够干推啊 你一定要缠一点relaxing on 那么如果你没有relaxing on的话呢 你就缠一点那一个flow easy过你才来推 那么呢就可以了 那么你推的时候呢会有酸痛的感觉 那么如果是你每天都做的话呢 那么一段时间过后呢 你发觉那个酸痛的感觉越来越少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的毒素越来越干净的时候了 那么收大腿的时候呢 你就外侧是胆劲嘛 那么内侧是干净 那么做法是一样的 第一个呢是从我们的上这个hip的地方 然后往下到这个膝盖关机的地方呢 我们先做这个圆推 那么圆推什么意思呢 你就拿我们htm1的那个头啊 放在这里 那么轻轻放点湿一点压 轻轻的去打在同一个地方揉圈 哎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是有鱼堵的话呢 就会有酸痛的感觉 如果你的地方放的不准确的话 你可能放了高一点 粗一点是内一点的话呢 那么你会只觉得说 你有那个你手压下去的那个ht的压力的压的 感觉压的那个感觉 那不会有酸痛的感觉 那么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附近啊 稍微调整 找到那个酸痛点 那么过后呢 你就这样子往下移一点 往下移一点这样子 那么你可以只做做四个point 但是呢 我的习惯是说 做过后再往下一点点的两两公分 这样子 再揉一揉 再两公分揉一揉 那么呢这样子下去 啊 那么先把你的这个啊 胆劲的主要的穴道呢 做一个排毒 那么过后呢 你就在这里梳理了 梳理的时候呢 就是由三往下 那么我每次做呢 是大概做两寸到三寸的感觉 然后呢再往下移两寸到三寸 然后往下移两寸到三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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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避开这个关节 气关节是不做的 ok 然后呢除了这样子往下揉之外呢 你也可以上下 zigzag 这样子上下 zigzag 那么呢能够把你的那个肌肉的组织啊 可能那些纤维呢已经硬化了呢 把它啊松开 春开 那么呢这样对这个驱寒气湿气和结实的效果 将会有更加的理想的效果 那么做完了这个胆镜 你可以再重复做这一个干镜了 那么这个是往往内 往外往下推 这个是往上推 HT的shipping呢也可以有效的清除我们的腹部的巨皮组织 那么尤其是对于许多啊快速减重 或者是有些女性在啊怀孕生了小孩baby过后呢 那么他们可能都会面对这个啊 腹部的这个巨皮组织 那么HT Mobile也是一样能够把这些脂肪块啊 梳理过后和啊压入过后呢 就能够把这个巨皮组织呢减少让你的皮肤呢 堵囊的皮肤的重新结实起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受堵 先看受堵囊哈 那么呢 Cambridge 营养啊 这个flow ECP 的效果 步骤是一样的 ok 那么你受堵囊的时候呢 你是用这个HT Mobile的M1呢 梳理堵囊有三个步骤就是ABC 每一个步骤呢就是做10到20分钟 那么如果你是发觉你的堵囊是中间肥大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用HT Mobile梳理你的皮筋 就是小腿的内侧 那么10到20分钟 那么若是你土腊两边肥大的话呢 就用啊 HT Mobile做这个胎充 来梳理我们的肝胆筋 大腿的外侧 10到20分钟都能够补助你受堵囊的效果 ok好 啊 那么受堵囊呢 你会发觉这个就是ABC的刚刚所讲的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你从你的这个腰的两边呢 腰侧呢 啊 这样子往内推 那么中间 上面 往下面都是往堵集的位置 这样子推进去 那么推往一边再推另外一边 那么这个呢是给你的腰的shipping 能够收下来 看到你的腰有 你的腰有个腰瘦的 腰旁边的shipping 那么如果你是发觉说你的堵囊是 前面啊 特别肥大的话呢 那么你就这样子往下推的话呢 那么就能够啊 收你的这个堵囊的前腹的shipping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样子啊 从上面 由左边到一边 就右啊 这个是左边到右边 右边到左边的话呢 那么这样子 来揉这个sucker 这个这样子也是把我们身体的这个做好我们堵囊的啊 收缩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我们啊 受堵囊的步骤 手臂呢 一样会可以处有这个啊 巨皮组织 所以呢 同样的htmobile呢 能够有效的啊 手部的继续组织呢 做个很明显的改善 如果你也要受手臂的话呢 那么也是可以的哦 htmobile是很很很很好用的 那么呢 你就现在你的这个红点的地方啊 痛的地方呢 你去轻揉它 直到它那个痛的感觉减少 或者是这个啊 变成柔软 那么无痛的感觉 那么可能你一次没办法做到无痛 但是你可以重复几次过后呢 这个痛感就慢慢会消失了 那么在哪里呢 在红点处啊 等下我给你们看照片 那么同时呢 你要输你的手臂的外侧和内侧啊 10到20分钟 ok 那么同时你每天也可以做这个10点10分的 动作30分钟 那么我们等下会在网上demo给大家看哈 那么这个手臂呢 就是你看到了 这一个照片 有个before after 然后你看到它 做了大概2010到20分钟过后呢 你看到这个这里的这个 马斯基罗是有点松弛掉下来的 那么这个你就看到是很明显的 比较结实上去了 你看到那个手臂的整个shipping 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呢 你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手脚的红点啊 就是你的手臂的外侧呢 这个是红点揉一揉 那么手臂的内侧 就是你的板的手呢 这样子放在你的头的背部 那么呢 把那个静落这样子 就容易方便我们处理 在最底部这里 中间和靠近我们这个 上这个关节 手的关节出这里呢 做一个上一个地方 然后呢 就这样子往上推啊 往上推 这个是往外往外推 那过后呢 你可以做这个10点10分 就是你的手臂呢 好像10点10分的动作 ok 这样子上下上下上下 这个都能够很好做到 手臂解释 说手臂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啊 肥我们讲的肥胖文 因为 啊 这里呢就有张照片 就给你看看了 那么这个顾客呢 他 before 他做之前 他做之后呢 那么第二天呢 会或是 有些人是数小时过后 有些人可能会第二天呢 就你这种初杀的感觉 那么如果啊 你想这个杀 退的快一点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初杀地方 查一点flow息和PEC 那么啊 如果你的杀一天还没有退呢 你不是说今天你做了很多杀出来 那么你明天还有杀的话呢 你杀还没有退完之前呢 那么你暂时要休息 不能过做这个ht的shipping 那么啊 等他杀退了过你就可以继续 那么很多时候呢不是长期有的 你可能第一次做 第二次做会有这个初杀的感觉 因为那时候还有很多余肚嘛 那么几次过后呢 你发现你做完了过后呢 他做的时候 你有那个酸的感觉 可是你就没有这么多雨 杀出来的感觉的话呢 也就是说 你的身体里面的那个啊 毒素已经清得很干净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啊你就发觉说 你就可以每天重复做 而不需要等着杀退了过后 你才处理 所以其实退胆筋呢和干筋呢 是可以每天处理的 这个shipping的treatment呢 其实是很多时候呢 啊很多女生呢 他们为了这个shipping的关系呢 去那些啊减肥中心 sleeping center呢 其实你花的费用 症状会是非常的高 而在我们nature呢 我们这种自然的疗法呢 你只要有一只hct抹包 那么你有hct抹包 帮你燃烧脂肪 那么你就能够 除了在减重过程中呢 也同时能够处理你shipping的问题 那么当然这个hct 还有抹包的系列呢 他要处理的 不只是做shipping哦 他能够帮我们排寒湿器 疏通我们的经络 包括做到局部止痛的效果啊 那么某一些人可能在过程中呢 你发现了sha特别多的话 那么就说你身体的酸毒很多 那么也有面对 自有机和长期慢性发炎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配合ho效果将会更加的好 所以我们的非药物疗法呢 就是帮你排毒 那么减少你的发炎 那么就能够有效的避开未来的病痛 在星期三7月1号呢 我就会在线上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上网了这一系列的课 你想做这个campus的事业 自己做老板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选择part time 也可以选择ft time做这个事业 那么我们将会跟你分享说一些方法 那么让你如何在这里呢 创业做你的做你的生意 那么让你的生活品质获得改善 那么你的生活是更有自信更快乐 很有更有尊严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下一个星期的topic 那么我们将会和大家网上再见 那么重要的一边 广组方看